故事开始于一个晴朗的午后 一个身穿粉色蕾丝边裙的金发女孩 正在把堆在裙子上的石块 一颗颗机械地扔到河水里 她身边坐着一位女人 貌似是女孩的姐姐 女孩扔完石子 忍不住地去翻姐姐膝盖上的书 被姐姐动作僵硬地打了一下手 被打手的女孩眼神怨念地 看向屏幕前的观众 直勾勾地注视镜头 说了一句 我们得知 这个女孩正是本故事的女主角爱丽丝 暗黑的童话故事正式开始 在一个阴暗的房间内 吃完的苹果盒散落在地 各种动物的标本 满当当的罐头 狼和兔子的挂画 坏掉的玩具 都夹杂着一股破败感 充斥着整个房间 爱丽丝向茶杯扔着石子 屋内有一个长相酷似爱丽丝的羊娃娃 旁边还坐着变成羊娃娃的姐姐 吸头敞的那本书 突然 一声怪响引起了爱丽丝的注意 一直用标本做成的兔子活了过来 她爬出钉子 用兔牙咬断 而后 穿上了藏在抽屉内的礼服 戴上礼帽 用剪刀剪碎玻璃走了出来 爱丽丝则在一旁观望 兔子先生从胸口掏出怀表 舔湿了上面的木屑 用爱丽丝的声音说道 Oh dear Oh dear I shall be late 兔子先生往前爬 房间变成荒野 她跳进荒野中的一个 巨型书桌抽屉内 爱丽丝紧随其后 用尽全身力气拉开抽屉 缺一把把手拔了下来 她只好用手指抠开 爱丽丝像兔子先生一样 钻进了抽屉内 许多巨大的三角尺铺在通道上 爱丽丝来到了地窖一般的诡异房间 偷工木兰看到了兔子先生 正在大口地吃着木屑 木屑却不断地从她腹中露出 兔子先生看了一眼怀表 疯狂地逃到杂物后去了 爱丽丝进入房间 去寻找兔子先生 不要被钉霸击中 掉入了一个没有门的电梯内 如同圆柱中的兔子洞一样 电梯嘎吱作响不停下降 爱丽丝面前出现了层层木架 而木架的间隙间摆满了破旧的玩具 诡异的罐头 死去的动物骨头和标本 突然 爱丽丝猛然下坠 掉落在一个充满枯枝白叶的房间内 她爬下夜堆想打开房门 兔子先生从落叶中露了一脸 随后慌忙地钻了进去 爱丽丝想拨开枯叶 可在此期间 夜堆中出现了一个抽屉 将所有的叶子吸了进去 随后合上 爱丽丝像之前一样打开了抽屉 在里面发现了 一把指甲盖大小的钥匙 而身后房门的右下方 则有一个刚刚好匹配小钥匙的小门 打开后 发现了一个纸板排列成了小花园 里面传来了鸟鸣声 兔子先生再次经过 拿出了怀表舔了舔 说了一句 兔子先生表情惊讶地逃走了 爱丽丝锁上小门 回到桌前 正打算合上抽屉 一瓶墨水滚了出来 她好奇地瞬息了一下手指 感觉口感清凉 便一口引进 爱丽丝一下缩小了 变成方才出现在房间内的小洋娃娃 她一脸诧异又仿佛想到了什么 静止朝小门走去 可门是锁上的 而钥匙则在高高的桌上 正苦恼时 抽屉突然吐出一块饼干 爱丽丝大嚼一口 一下子变得巨大 顶到天花板 她即刻拿起钥匙 开了小门 花园变成海边 爱丽丝想伸手 捉住纸板前的兔子先生 兔子先生用船桨狠狠地 敲击了爱丽丝的手 而后逃走 爱丽丝无助地砸门 然后哭了出来 泪水不断涌出 像河流一样的水流 开始渐渐充满房间 爱丽丝很快被水淹没 不知所措了 突然 有一只穿水手的老鼠 绑着一个宝箱游了过来 老鼠得救似地 爬上爱丽丝的金发上 从容地生起了火 做上了饭 爱丽丝忍无可忍 一头潜入水中 老鼠落荒而逃 此时兔子先生滑了过来 留下一盘饼干便滑走了 爱丽丝咬了一口饼干 又变成洋娃娃飘在水面上 一个桌子从远处飘来 爱丽丝用老方法打开了抽屉 里面是一把巨大的钥匙 爱丽丝把大门打开 水倾泻而下 爱丽丝随之上按 她往前看到了一个破了的纸板 往里看去 里面是一个有着巨大积木 和菜园的房间 爱丽丝进入房间 按响了桌角的门铃 抽屉随之打开 放下一记长梯 小爱丽丝登入城堡 城堡内有一个破旧的兔笼 地上摆着 成有木屑的小碗 爱丽丝穿过土龙 进入下一个小房间 她发现被子下 充满兔子粪 衣柜里 竟是被包下的兔子皮 桌子上有盘木屑 爱丽丝发现 房间桌内抽屉满是剪刀 还有一罐墨水 爱丽丝喝下后 恢复原先大小 充满房间 兔子先生突然出现 登上城堡 找爱丽丝要剪刀 爱丽丝将门堵上 兔子先生用全力撞门 见门走不通 兔子登上窗户 却被爱丽丝一把推下 爱丽丝用积木 朝兔子扔去 兔子不敌爱丽丝 吹了口哨找来帮手 各种标本组合成的动物 从一件马车上下来了 开始对爱丽丝群起而攻之 爱丽丝在反击中 失手踢死了一只鳄鱼 兔子先生愤怒地 用石子扔向爱丽丝 石头落地变成饼干 爱丽丝咔嚓一口 又变成了牙娃娃 她逃出了城堡 逃入身后的一只小门 藏在垃圾堆后 动物们破门而入 将爱丽丝逼上一盘 盛满石膏液体的锅上 爱丽丝跌入锅内 变成巨大的石膏巨人 动弹不得 动物们将爱丽丝捆绑拖走 拉至一个杂物房内 爱丽丝钻破石膏 破解而出 爱丽丝在房间内四处乱翻 在一个鱼罐头内 找到一把钥匙 打开门走了出去 她在鼠夹上 看到死去的老鼠先生 然后爱丽丝进入了一个 满是洞洞的房间 许多长袜在洞内钻来钻去 桌子上有一只小毛毛虫 盘坐在一树木蘑菇上 毛毛虫同爱丽丝说 蘑菇一边会让你变大 另一边则会让你缩小 爱丽丝捡了两瓣蘑菇 毛毛虫开始做成捡 睡下了 爱丽丝带着两瓣蘑菇 走出了房间 她听见了婴儿的哭声 发现哭声来自一个 八成大的房间里 她啃了一口蘑菇 小屋随之变大 里面不断有碟子 被扔出 一只咸鱼仆人进来了 送了一封皇后的请函 给屋内的挖仆人 挖仆人开始不停用舌头 吃屋内的苍蝇 爱丽丝打开屋门 兔子先生在里面 给婴儿喂奶 兔子先生看到爱丽丝 便不断往门口扔东西 甚至把婴儿也扔出来了 婴儿被爱丽丝抱在怀中 突然一只猪仔 从爱丽丝的怀中跑了出来 婴儿原来是一只猪仔 爱丽丝跟着猪仔 来到了一扇门前 打开访门 风帽子和三月兔 坐在长桌上 桌面摆满了茶杯 他们朝爱丽丝大喊 风帽子不停地换着头上的帽子 兔子则不断地朝怀表上抹黄油 风帽子一边说着 为什么乌鸦向写字桌 一边往自己漏水的肚子里倒着茶 他们不停地换着座位 不断地重复往返 随后 风帽子脱下了礼帽 拎出了兔子先生 兔子先生大喊 然后慌忙地跑了出去 三月兔和风帽子继续重复着 喝茶 抹黄油 拧发条 为什么乌鸦向写字桌 顺鼠从茶壶钻出来舔进茶杯 促使一切再往复 爱丽丝离开了房间 爬上了楼梯 穿过层层衣裙 爱丽丝看到两个纸片士兵正在切磋 扑克牌队伍出现 红星王后登场 国王也紧随其后 皇后下令让兔子先生砍了士兵的头 咔嚓一声 剪刀将头剪断 而乌头的士兵依然在决斗 爱丽丝走进花园 看到三月兔和风帽子在打牌 皇后奸装又下令 给我砍了她的头 兔子先生把两位脑袋剪落在地 三月兔捡起了风帽子的脑袋 风帽子则捡起了三月兔的脑袋 按在自己的身上 又继续打牌 皇后将爱丽丝带入一个房间内 拿起了一个火烈鸟纸片 挽起了锤球 爱丽丝手中的火烈鸟变成了活鸡 围囚则变成了刺猬 兔子先生给了爱丽丝一个笔记本后 跑了出去 爱丽丝跟着过去 又进了一扇门 皇后与国王坐在房间内 皇后看着爱丽丝大喊了一声 给我砍了她的头 国王对照剧本 对皇后说 亲爱的 这是要最后说的 国王开始对爱丽丝训话 并要求爱丽丝对着剧本照念 让爱丽丝认罪 爱丽丝反驳道 说自己没有任何的错 二人互相争斗 爱丽丝上前吃了桌上的饼干 皇后发了疯似的喊着 砍了她的头 国王也跟随大喊 砍了她的头 在一阵嘈杂中 爱丽丝的头变成了风帽子 三月兔 青蛙仆人 皇后的头不停地摇摆 砍着来砍着去 究竟谁在砍谁的头 爱丽丝从梦中惊醒 她扫开了裙脉上的扑克 看着四周 一切如故 各种映射在梦中的细部 散落在房间各处 随后 爱丽丝看向依然破碎的标本箱 标本箱内 落着两根固定标本的铁钉 爱丽丝拿出了箱内的剪刀 说了一句 仿佛此时的爱丽丝 化身成了红杏皇后 对于我来说 爱丽丝梦游仙境 本身就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而史云梅耶 则拍出了原著中 藏匿在华美绚丽故事下的 阴暗的梦境 弗洛伊德在世梦中指出 梦是一种精神活动 其动机常常是一个寻求满足的愿望 显然 史云梅耶运用一种吊诡的拍摄手法 利用定格动画 和唯一的真人演员爱丽丝的结合 将爱丽丝心中深处的恶和压抑的欲望 对学校制度的厌恶 还有家庭争吵带来的伤害 放在各种隐喻上表现了出来 稍微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简单分析一下影片中隐喻的部分 就可以发现爱丽丝这个故事原本的意境 影片开始的尽头 姐姐的头被尽头切离 而爱丽丝则不断地机械 重复 下意识地往河中扔石子 反映出爱丽丝的生活是乏味 重复的 包括之后爱丽丝重复开抽屉 兔子不停看表 风帽子在长桌上不停重复 说着一句话和换着位置 三月兔往怀表上抹黄油 都可以看出这是爱丽丝现实生活的映射 而在梦境中 爱丽丝被兔子先生用船桨拍打了几下手 正是姐姐因为爱丽丝翻书 而打了爱丽丝手的潜意识在梦中的反应 爱丽丝被抽屉的圆规扎伤 并且剧情通道内有大量的三角尺 反映爱丽丝对体制教育的厌烦 各种封闭的罐头 罐头内有许多畸形的食物 打不开的门 都可以看出爱丽丝生活的压抑和封闭 当中有婴儿的哭声 和不断有盘子扔出的小房子 大概是爱丽丝家庭纠纷 对她内心深处造成的影响 其实整场梦境 所有的人 标本 封闭的罐头 都是爱丽丝本人 剧情中不断切入嘴唇的旁白 是爱丽丝讲完了整个故事 连其他动物的声音都是爱丽丝模仿的 爱丽丝才是高高在上的操纵者 她掌管着梦境中的一切 而我们早已深陷其中 同1951年 迪士尼版本的爱丽丝相比 始于梅耶这一版本 显得相当粗糙 但某些地方 对原著的描写 还是很有趣的 用袜子做成的毛毛虫 所有动物 都是由定格动画的标本 和毛绒玩具 来完成演出的 这氛围让我格外地喜欢 这才是有风格的导演 所施展出来 罪人的才气 况且梦境 又是如此的迷人 影评人只能转述梗概 真正打动人的 是连续的情节和完整的画面 喜欢这部电影的你 请完完整整的 一针不跳地看上一遍 希望你能被打动 我是狂阿弥 喜欢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同我分享你的电影生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